这就是竞品永远追不到的地方 万表流行力 天树接地气 今天我们按惯例试驾哈雷 对哈雷的看法可以说是两极分化 有人说哈雷很男性化 很自由 可靠 拉风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呢 说哈雷有一大堆缺点 比如说笨重啊 低技术啊 甚至过热啊 通过这次试驾 我可以回答你以上提出的问题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 现在提出来 评论区里也可以讨论啊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的视频 别误会啊 万表流行力主要是讲万表的 但对于表迷喜欢的其他东西 比如说重机啊 比如穿搭啊 甚至美食美酒咖啡 都有可能聊到 今天我们特意挑了两款表 或许是三款表啊 看看我们有没有这运气啊 咱们看看骑哈雷的人戴什么表 就为同时满足车友和表友的需要 你觉得表跟哈雷搭吗 或者是有没有更好的推荐 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聊啊 好 are you ready Let's go 为了这次试驾 我今天戴的是IWC 其实行头也是配IWC的 我看你出来了 我看你这一车 我看你这一车 我的车已经在车 所以我找你新车 好,但是你多车的车 我还有几个车 我还有一个车在美国 我还有一个车在英国 我还有很多车 我还有一个车在英国 我还有一个车在英国 我还有一个FXR 我还有一个FATBOY 我还有一个BMW GS 我还有一个Hondon Alkiri 我还有一个Changjang 750 你有很多车 一个好男人不能有太多车 我可以说 一个好男人不能有太多车 是的,同样的类型 哪个车你穿着今天 今天我穿着一个Zenith 它是美丽 我不能相信 那些人像你 会喜欢Zenith 是的,Zenith 是很好的工具 它是一个车车 是的,它是一个车车 是的,它是一个车车 我喜欢这个 就是这个 是一种最好的 一种最好的车车 是一种最好的车车 我相信 这个车是美丽 这个车是美丽 因为 它是一个大车 但它是舒服 它是舒服的 它的舒服 它的舒服 但是当你穿着它 你不会感觉到它 它是一种大车车车 在你的身体 它感觉到它是一部分 你的手 它是美丽 是的ís 你دم竖是有明显 这些车车车 是因为 嗯 便宜 好 mu 你 derivstop 好 怎么说,我们做这首席 你的商业车 этой市场 对 你可以吗 对 要相信 好的 好 我们走 cido 车型不同路线不同 我们决定分兵两路 他跑山 我测试通勤 然后我们在山里会合 他的好处呢 是可以尽情享受这种跑山的乐趣 我的好处吗 嘿嘿 享受一下美式复古 这款表也是吸引成的 它是ProMaster Sky 这ProMaster在吸引成来说 已经单逐成一个品牌了 就是它有Sky 有Sea 这个Land 但这款是ProMaster Sky 它是多功能 多局电波机芯 表壳是不有钢的了 而且它这不有钢的 这个地方呢 它也不有钢的 但是做了一个叫GIP处理 这是一种特殊的金属上色工艺 双折扣 这玻璃啊就跟那个照尼的镜片一样 它是那种双面防炫木涂层 这个蓝宝石的 防水呢200米28 夜光呢是指针和石标上都有这个夜光 直径是46毫米 这体量的话配哈雷的话呢就刚刚好 功能呢基本上就是什么多局电波接收信号啦 自动接收信号校对时间啦 防止过度充电 电缆不足警告 剩余电量等等等等 有26个时区还有万年力日期显示星期显示24小时显示下令时 指针修正防磁撞击侦测光动能节电 怎么样这配置可以啊 系列程度表在设计还是挺下功夫的啊 也是这个整体式设计负荷打磨啊 别忘了这个负荷打磨也是难度挺大的 五级啊拉丝抛光拉丝抛光那么一种节奏啊 说实话啊试驾跑山是一回事儿 但真正通勤是另外一回事儿 这天气 看要晒的啊 其实我真正的通勤的话用最多的还是铁铁车 嗨 女士 你喜欢车的车吗 我觉得车的车是很棒的 OK 有这么大的车车 啊 big uh 170-inch capacity motor it's really nimble 啊 once the things get going even though it's heavy it's just easy to handle i like it a lot so uh yeah all around good happy with it I saw your riding like crazy just now 啊 I have to push the bike to the limit sometimes to see what it does OK good 咱们玩车离不开颜值啊 而且我发现哈雷的设计师跟手表的设计师 有相同之处 比如说我们说表的时候啊 提到现象体容貌 还说了最近几个品牌啊 比如说HWC啊 灌篮师啊 都悄悄地校正了现象体容貌 那么今年的新款的这两辆车呢 也是这样 之前的这个边箱啊 后面是下垂的 你懂的啊 现在的边箱呢 立体空间变大 而且更加挺拔了啊 斐帮范儿有时候很酷 但是属于低技术 再说这个油箱 从2023年开始 就不再是哈雷标志的花生米造型了 不过容积量增大了 而且给当下留出了更多空间 这次试驾疗愈了我的两大心病 一个是过热 一个是操控 重新设计的液冷气杆盖 在排气阀区域周边啊 增加了新的这个冷却液流动量 新的冷却液串联的 就是这冷却液先到后缸 再到前缸串联 这样的话重点把后缸温度降下来了 后缸的热度意味着什么 你懂的 这种冷却方式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比2023款更舒适和便利 这个新的冷却系统啊 优化了我们骑士的这个舒适度 而且在低速的时候啊 尤其这天啊 这炎热的天 管大用了 车不热 但人热呀 咱们先凉快一下 一会儿接着聊车 IWC这个牌子吧 历史很悠久了啊 大飞这个系列呢 也是80多年的历史了 在那次军事冲突中 IWC飞行员万表 一举成名 这个牌子啊 有点像现在咱们的 大江 今年的任务马标展上 我们采访了IWC的产品副总裁 他也是个摩托车迷 他透露万国表在大飞上 更多的是材质创新 现在我在这款大飞 Top Gun技师 摩哈贝沙漠基地特别款 是不是名字有点长啊 你会发现啊 这款大飞不光是材质独特 机芯复杂功能也过硬 关于这个Top Gun系列 我强烈建议你看我们上次做的 那个Top Gun 那名字都念不利落这期啊 这款表是41毫米的啊 体量上跟哈雷还是蛮大的啊 这个表壳呢 你看这个颜色看出来 它是那个陶瓷的 这个按钮包括这个后背呢 都是钛的很亲皮肤啊 这个造型就是当年 也就是说我们说40年代 那场军事冲突中 使用的飞行员表的造型啊 一直没变 一直延续下来 怎么样 进化 这个表带啊 我们说是织物表带 但是呢 你看它的背面呢 它有橡胶的机理啊 防滑而且呢带着舒适性 也不怕凹 很有军用风格啊 机芯呢很过瘾是6930 这是IWC的自产机芯 老天我们节目都知道啊 我们说一款即时机芯的时候 一定要考察它是不是 集成了自动上弦的即时机芯 那么这款IWC的自产机芯 具有以上全部优点 也就是说集成了自动上弦的 带助轮的即时机芯 所以呢 不光是材质吧 机芯也很过瘾 我说地牛怎么这么灵敏呢 原来2024款发动机又改进了 如果你怀念化妖器古董哈雷的话 下面是我想跟你分享的 这个发动机啊 117立方英寸 相当于1.9升的排量 但是驾驶姿势的人体工学 一直保持初代的那种样子 你看这个发动机的骑行三角啊 在竞品上啊 随着发动机排量的增大啊 这个坐姿啊 就不断的后移 因为发动机变大了嘛 坐在这个座位就一直往后了 这个就改变了人体工学了 应该说是人体工学恶化 这就是竞品永远追不到的地方 尤其是这种V型双缸发动机的配置啊 当然了 最近的那个对质八缸也来凑热闹了 切开盖设计重新改进的啊 它的压缩比更高了 还有呢 椭圆形的进气口和低泡面的进气座 可以产生更多的湍流 提高空气气流的速度和这个翻滚 就改进了燃烧啊 就是因为这种新型气缸杆的设计 压缩比提高到了10.3比亿 从而提高了燃油经济性 低扭也提高了 这就有点像机械表的高振频啊 高振频可以减少外界因素 对即时精度的影响 比如我那个外国兄弟的真丽石 即时机芯的品牌 一句成名 但是这款表呢 它叫Defi Skyline天际即时码表 还是Aprimino机芯 但是机芯形态度的升级 这个聊车的时候就会给你提到这个啊 我们假设当年的Aprimino是哈雷的Evolution 1340发动机 也就是80立方英寸的这个老哈雷都懂 那么这款呢就应该是相当于117的哈雷发动机了 所以表的改进呢其实很简单 这个即时功能通过一个离合器来实现即时功能 当这个离合器接触的时候呢 有一个控制轮接近秒轮即时表针开始运动 这个轮是很有讲究的 它这个齿轮呢是用了两个专利技术做出改进 就是让这款表的即时功能在启动的时候 秒针不会闯动 这个跟哈雷的117发动机在性能上的提升是非常像的 难怪这个大佬喜欢这款表呢 说说这个表壳的外形啊 虽然它这个机芯这么先进啊 但是它是从Aprimino进化来的 这个表壳呢特有意思 这表壳你看现在是整体式设计吧 复合打磨 其实它跟那个圆形啊 也就是60台的DeFi的圆形啊 是非常一致的 这像不像哈雷 不管发动机多么升级 不管排量变多大 哈雷的那个典型特征呢 依然保持着 这个也一样 你是不是更倾向于买CVO呢 但是我觉得啊 这些可视化的调整功能里啊 对发动机性能的这种调教啊 可能更适合发售友 比如对发动机制动的设置 还有油门响应的调教啊 等等等等 能体现你个人的风格 相信你们很多人都到了 骑行季节了啊 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去大美的祖国山河 路线不守怎么办 有一种现在更先进的导航方法了 在机上这就可以导航了 作为这个摩托车导航 它有几大优点 一个是它不具强光 所以你强光下雨观察没问题 再一个呢 就是不具风雨下雨啊 什么水冲都没问题 具体内容呢 让这个帅哥给你介绍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咱们新增加了一个布局 可以通过显示屏 根据你机型的路况 然后去调解 这个模式是咱们标准的模式 还有一个是它的运动模式 运动模式 屏幕是在中间的 在咱们机型的过程中可以调解 还有一个是旅行模式 旅行模式的话 这半部分整个是用来做导航用的 只有这半部分显示的是 咱们车原本的这个参数 还有新增加了咱们的机型模式 有雨天模式 公路模式 还有运动模式 这是咱们新款车新增加的一些功能 如果我戴手套的话 可以玩触屏吗 可以 在一个是不是用的导航键 也可以代替一部分那个 屏幕功能 可以 在咱们这呢 如果你有屏幕手机 你有蓝牙 把它连上以后 你就可以用通过投屏的方式 可以实现导航了 不过这个还稍微麻烦点 不过我更喜欢它另外一个功能是什么呢 在这种各种调节参数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油门响应的速度 可以调节 就过去我们要花很多很多钱 后改装电脑才能实现的功能 在一个屏幕上通过调节就能实现了 所以很酷啊 这个版本的车 其实比CVO还厉害 我过去骑的路亡啊 要想调整这些参数啊 必须给用别人的电脑 但是这个车呢 在这个屏幕上就能解决了 从那个实际体验看啊 可以说是要哪有哪 当然了 如果你体验不到这些参数的差异 那就直接CVO吧 我这位外国兄弟啊 粗线条的 喜欢开放的道路 长途旅行啊 我呢 因为多数时间都用在研究万表上了啊 所以呢 更多的是短途通勤 周末跑山压弯 像这种大道滑翔啊 就我骑那白车啊 比我骑的任何哈雷都零 而且我还喜欢哈雷骑警的那种Rodeo 所以呢偏向大道滑翔这种蝙蝠式的导流罩 对于这个Rodeo啊 我请咱们的粉丝给你秀一下 说说细体情话啊 这款表呢 是在1984年发售的多功能计时表上基础能升级的 它就具有一种后复古 Post Vintage 品味啊 这从表壳到表带啊 都是一个很时尚的线条 这个表圈呢 还有一些钻孔 你仔细看啊 它是装饰性的 就像那个模拟钻石一样 给着一种略带粗犷的感觉 这表壳呢 是经过研磨处理的 有一种成熟稳重的感觉 这个系列在日本啊 曾经在2023年 获得了2023年度Good Design大奖 机芯当然是光动能的了啊 38毫米口径 蓝宝石水晶玻璃 全球限量 只有1100枚 但是底杆没编号啊 既然说到1984年的初代啊 所以你能看出一些痕迹了 比如说 现在这很多爆款 外表上比较流行的这种 整体式设计啊 看这个 这是最典型的了啊 包括这表圈的 也是属于这种啊 某种爆款的那意思吧 太和津别面做的研磨处理啊 像我们这种玩车的人 为什么吸引它呢 就是说不管你的手有多油 你摸上去就好 没有指纹 对于那些工作越忙 骑车越狂 甚至没有时间混表带的人啊 西泽城是不错的选择 要复古有复古 要性能有性能 身清如艳 我怎么也没能想到 这能用来描述哈雷 我曾经拥有过一辆宝马R100R 可以说是化油器时代宝马的巅峰了 轻快 灵活 抓地好 提速快 但是因为当年入支哈雷 所以不得不卖掉 这款大道滑翔 我仿佛找到了工生级双缸车的感觉 车架的刚性和重量 让我以为是铝合金的呢 但这款华翔的确是钢车架啊 不过重量比2002年之前的还要轻 轻很多 跑山免不了走一段烂路 新款哈雷的简震 形象的说 让车子显得更轻 走烂路 适同ADV 简震行程增加了50% 也就是3公分 而且调节方便 过去我一直觉得啊 就因为哈雷笨重 才显得驾驶哈雷的人强大 现在我点找不到那种英雄的感觉了 哈雷这个试车啊 就先聊到这里啊 也不知道大家喜欢到什么程度啊 但是这期款表你怎么看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 都可以跟我们聊啊 谢谢你 咱们下期见